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太赚钱了 我爸嘴里各种网络词汇 我对他少了很多尊敬 正常吃饭 他说儿子 咱们开炫吧 我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他说你爹味真重 我说你是我爹 他说双Q 我说爸比 别Q了 我是双猫胎世家 我爷爷生了双猫胎 我爸也生了双猫胎 我说爸 你是怎么分清我和我弟的呀 他说我是你二叔 我说那我爸在哪 他说你爸在杨博出去玩了 我最好的朋友跟我说他得了重病 我说你减减肥呀 我经纪人最近也开始逼我减肥了 我也有身材焦虑了 有一天买了个鸡蛋灌饼 想想不能吃 给了路边一个乞丐 他说不吃碳水 我说但你是个乞丐呀 他说对啊 胖了就不可怜了 我的风格叫one liner 中文叫一句话笑话 之前去大学演讲 下面坐着五十个老师和一千个学生 院长为难我 上台说来 一句话逗笑我 我说你学术造假 他说哈哈哈哈 真会讲笑话 我们继续 我中学 英语成绩不好 六十分的选择题 只能得十八分 老师很生气 说你信不信 我把答题卡扔地下 踩两脚 都比你分高 我很不服气 凭什么他的脚 比我的脚厉害 他说因为我是扁平族 我高中早恋 和女朋友在操场散步 有人抓 我掩护他逃跑了 只抓到了我一个 问我 另一个人呢 我说没有啊 我自恋 你们很聪明 很聪明 我想先布置一下场地 你们觉得无聊 可以先投票 我想 我认真说一件事情 我爸 上个月住院了 他抽了三十多年烟 我妈也劝了他三十多年 但他不听 所以怎么说呢 也不能怪我妈下手太狠 我妈问他 烟有什么好的 我爸说 YYDS啊 我妈问我 什么意思 我说愿意 动手啊 我爸求饶 别打了 你是我的神 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网络是丰富了生活 但也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坐地铁 旁边大哥 一直刷那种 美女穿短裙 跳擦边舞的视频 还外放 几分钟后 刷到了我的视频 两秒钟滑走了 我滑了回来 谢谢 我说大哥别着急 他一会儿也跳 大哥看了五分钟 说 他怎么还没跳啊 我摘下口罩 因为我不会 然后转身跑下地铁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那一刻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大哥冲着我的背影喊 你等下回见面呢 天 这茫茫人海的 一个小时后就见到了 他对我说的话是 来 一句话 逗笑我 下马拉 谢谢 他们太倦了 每天写稿到凌晨七点 我晚上十一点睡觉 七点起床 把他们房间的寝物打扰 换成立即打扫 我们竞争太激烈了 包括在后台 哎 怎么了 没插着兜是吧 今天的主题是躺和卷 近两年很多人考公务员 我有个raper朋友 都在考 我说 哟 你怎么忽然奋发图强 他说 哎 因为我有山东丈母娘 他考上了 工作是给领导写稿 现在他们开会 已经有flow了 领导座位上写着 AKA王科长 旁边座位没人 写着 别来站边 我女朋友是山东人 我跟她妈说 效果文化是国企 前两天 有人找我直播带货 我说我不是网红干不了 他收了出场费 我说我来吧 网红干不了 那次之后我明白了 为什么明星们都去直播带货 原因和我一样 为了给家人谋福利 我中学条件很差 学校教游泳 没泳池 爬地下汗涌 看起来像练蛤蟆工 但我学习很努力 考上了大学 这在我们村很少见 我同龄人 大多数初中都没毕业 他们问我考怎么样 我说还行 上了个211 他们请我去县里吃饭 还做了横幅 恭喜羊帽高考取得 211分的好成绩 我不算厉害 隔壁桌考了985 他们横幅上写着 恭喜抽满分 200多分 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 在重庆学的 去年我说 我有个称号叫海王 其实不准确 应该是嘉陵江渔王 青岛有中国海洋大学 我们水产行业的最高学府 我想去焦虑一下吧 他说他们养海水鱼的 瞧不起我们养淡水鱼的 我说你别太过分 我是嘉陵江渔王 他说少废话 我是黄海龙王 我养鱼的时候 接触到脱口秀 开始疯狂写笑话 鱼堂没观众 我给鱼讲 鱼一直不理我 直到有一天 我讲着讲着 发现上来听的鱼 越来越多 我非常开心 然后发现 望开增养机了 当时一眼望过去 鱼都是肚皮炒上 老板过来 怎么回事 我说笑翻了 老板人好 没跟我计较 他说算了 你下去把死鱼捞上来 游泳会吧 我说分情况 在水里就不会了 谢谢 上节目之后 我很不习惯 身边人都叫我老师 叫得我贼不好意思 还去考着个教师资格证 考完之后就很有底气了 很有底气了 昨天试服装 他说杨老师 你等我一分钟 我去拿个鞋 我说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 其实我时间到了 但老师想耽误大家一分钟 我真心觉得我们可以向鱼学习 不躺 不卷 就游 找到自己的路线游下去 希望同学们都有鲤鱼月龙门的那一天 那时候请记住 鲤鱼是淡水鱼 好 大家见面 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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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去年上节目之后 很多人说我是丧戏脱口秀 然后就有一些白伙找我 我说我是丧 但毕竟还是喜剧 他说是喜丧 前段时间居家 大家因为无聊 行为越来越奇怪 我对面楼的大爷 连续三天 站在阳台盯着我看 第四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换回了男装 谢谢 谢谢 那两个月我一直在回忆过去 我上学的时候 同学们为了不写作业 会想各种办法 有一次老师收作业 我同桌 站起来说 自己来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蒙面劫匪 把他作业本抢走了 我觉得他太笨了 连我都认不出来 有一段时间 我的邻居 是一个精神病 他住得离我很近 就在旁边的床位 他跟我说 他有透视眼 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会隐身 我一直在租房 租房装修 一定要提前和房东商量好 我之前 私自把房子的门拆了 房东很生气 因为他还没答应租给我 这不能怪我 这不能怪我 因为前一天他说 一个月四千 我说三千五 他说那没门 我说可以 我喜欢你们 有来有往嘛 我们继续 我觉得独居女性 是一个社会问题 因为生活会很危险 我邻居 甚至还买了一双男士皮鞋 放在家门口 第二天就丢了 我挺难受的 我挺难受的 挤脚 我们继续 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人卖唱 我看了很久 都没给钱 他唱完看着我 你能帮帮我吗 我帮他唱了一首 我想说 我想说我们这帮人 为了这个节目真的很努力 一些南方演员 每天练肉口令 牛奶奶来 找牛奶奶买牛奶 我说你这样不对 应该是牛奶奶 找牛奶奶 买经典超绿牛奶 六颗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 两倍营养 牛奶奶说 这么好的牛奶 我才不卖给牛奶奶 可以可以 我很怕和老板交流 公司团建 同事 逼我去给老板敬酒 告诉我酒 一定要比老板的低 我上学 老板 祝你长命百岁 最后分享一个 我的研究成果 我发现男女的区别 可以在一些小事上 体现出来 比如女生 看到一片湖水 第一反应 是拍照 男生看到一片湖水 第一反应 是打水漂 之前 我约女生去西湖 她把手机给我 让我帮她拍照 我技术非常好 十年环到了对岸 被人捡走了 好在对方 也是一个男生 打了回来 但她技术没有好 三下就沉底了 当时女生狠狠地瞪着我 我心想 天哪 还好我会隐身 我会什么 会隐身 你讲完了 谢谢 哈喽 这两年 脱口秀发展很快 内容也丰富很多 18年的时候 所有演员都讲自己穷 这有一点不好的影响 会让观众同情我们 我坐地铁碰到观众 他说杨博 我给你刷卡吗 我说不用 我就住这 然后躺在了地下 最近呢 有了一点点知名度 生活少了很多快乐 我去逛鬼屋 被鬼认出来了 他说 你是杨博吗 我更害怕了 他还把走鬼叫了出来 排队跟我合影 路过的人都傻了 看着我 你是阎翁吗 我名字非常大众 去搜索引擎输入杨博 第一个字条 是杨博修脚 大企业 全国上千家店 别人名字有书卷器 我名字有脚器 我很希望这个企业越做越好 然后冠名这个节目 以后这里写杨博 在领校园旁边 美人旁边摆一个脚的模型 让李淡拿起来 杨博修脚 心灵手脚 你们也能听出来 我最近快被节目压力逼疯了 写了很多非常奇怪的笑话 给你们讲一个 我有人格分裂 但一直没人发现 因为我另一个人格 不会说话 不好笑吗 我就说不行吧 我们住的酒店 隔音也特别差 我在屋里练段子 隔壁投诉我不好笑 我去请教了一个前辈 他告诉我 不好笑的话就加音乐 然后我也就准备了一段 音乐呢 首先你得有一个乐器 都认识吧 对 是萨克斯 它的演奏方式呢 是这样的 一 二 三 四 好 先讲一下乐理 这个呢叫笛子 这个节奏叫打笛 这是笛 打笛 打笛 是一个四三排 这个不是我弄坏啊 因为它本来就是两节拼在一起的 每个人都可以拔出笛子 Everybody 太破了 这个太可笑了 哎呦 不闹了 其实我是准备了一段配乐朗诵 好 音乐是我自己做的 没有版权 这个作品叫 我的2021 又名我的去年 啊 一月 河北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我醒来发现 谁堆了个很丑的雪人 挡在了门口 我一脚踢过去 是我爸差气的 三月 我去学开车 教练一直骂我用各种脏话 我不服气跟他顶嘴 他说 杨波你记住了 你以后是要当一个司机的 这些脏话都能用到 当然不是所有开车都骂街啊 比如开过山车的 啊 六月 我去重庆演出 第一个段子 调侃重庆人口音乐乐不分 现场全是重庆人 场面一片死寂 他们听不出区别 啊 八月 我没写出来 啊 十月 脱口秀大会播出 我在路上走 一辆车减速 能合个影吗 我说可以 但这里不能停 要不你跟我跑一会儿 我拒绝了 他骂我 我赶紧追上去 我说兄弟 咱俩一个驾校的 啊 十二月 我报了个防骗课程 当天我去了 老师没来 虽然老师没来 但我感觉上了一课 好 胡闹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我想 我说一下我2021最内疚的事情吧 邻里和谐真的很重要 我楼下301的小伙儿 每天抱怨302大爷 把垃圾放他家门口 天天吵 我找到301 我说兄弟 你才20岁 那大爷都60了 他打不过你的 两个人真打了起来 大爷被送进了医院 我很内疚 再也不把垃圾放三楼了 编的啊 最后我想说 我写的笑话很奇怪 我知道 我就喜欢这样奇怪的笑话 我也是 你不是不会说话吗 讲完了 谢谢 最近脱口秀太火了 我老家 一个开足疗店的朋友 都来找我合作 让我 在他给客人捏脚的时候 站前面 讲脱口秀 我说可以 但需要你配合 他说怎么配合 我讲到梗的时候 你扣他脚心 杨蓬换了个风格 我以前觉得 幽默能吸引女生 我中学开始 就爱写笑话 讲给我喜欢的女孩 他笑得很开心 然后讲给他喜欢的男孩 那个男孩 在讲给我 一个笑话 幽默了一圈 就我不开心 上海 很多年轻人谈恋爱 很现实 是为了分担房租 很现实 其实 情侣同学之后 也会有一些烦恼 有一天我睡得正香 我女朋友把我叫醒 她说杨波 我睡不着 咱俩聊聊天吧 我很生气 我说聊啊 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 她开始数 数啊数 睡着了 我睡不着了 你们也能听出来 我的感情生活 并不是很顺利 但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一个男人 最重要的是事业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老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但在我真正当老师之后 我发现并不快乐 并不快乐 我之前 教高中物理 还是高三 压力特别大 提我都不会 学生也很笨 每一个能给我讲明白 后来 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经常要和老外接触 但我英文很差 每次出去 都是老板给我翻译 后来 老板把我开了 可能他觉得 工作压力太大了 每次谈完生意 客户老外 都是过来 加我微信 然后看着我老板 咕的照吧 我老板看着我 干得漂亮 杨博赢了呀 我说这句不用你翻译 其实 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 往往只在一瞬间 之前有一次 公司加班 晚上十点 一个女同事忽然大哭 说自己 刚做完的 二十页PPT 忘保存了 所有人都上去安慰他 老板都亲自过来 一顿操作 帮他恢复了PPT 发现只有三页 最后我想说 脱口秀是我的工作 但我生活中 不是一个开心的人 我上次笑 还是我哥结婚的时候 新娘跑了 讲完了 谢谢你们 哈喽 我太难受了 我太难受了 我的对手 是杨蒙恩 和建国薄阳 要在我们三组里 淘汰一个 我太难受了 淘汰他俩谁 我都舍不得 我想尽各种办法 我去找笑国老板 我说老板 咱从节目考虑 淘汰我 不能上热搜 有道理 淘汰王建国 可以上热搜 是 因为没人认识我 老板说 对 你是谁啊 谢谢 今天的主题是上班 外地人 在上海 找工作很难 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 面试官叽叽喳喳 说了半天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上海话 他说这是英文 我说但这里是中国 我说你面试的是翻译 他说当里面试的是翻译 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 我的校友全来了 当年在我们那里 海王这个词 形容的还不是渣男 是我们专业年纪第一 我来效果面试 HR问我 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 我说当了森林海王 他说你真不要脸 符合我们公司文化 我很喜欢鱼 大学在宿舍 养了一盆小鱼苗 回去发现我室友 在做足疗 为了从事这个行业 我还去学校鱼堂 偷着练游泳 换气很难 要在水上吸一口气 水下吐出来 水上再吸一口气 我不会 在水上吐了一口气 下去喝了一口水 上来吐了一口水 我怀疑这个场面 被人看见了 因为过了几天 有人传 鱼堂里有鲸鱼 当年因为过度捕捞 嘉陵江鱼业资源 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我决定在实验室 培育鱼苗 放进嘉陵江 当时我在上游放 渔民在下游捞 鱼都猛 啥意思 欲擒故纵啊 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 鱼都还记得 这鱼是七秒钟 这一秒钟就第一 我喜欢你们 很聪明 很聪明 我没剪完一个段子 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 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 符合这个公司文化 我们继续 我前老板 特别爱讲大道理 有一次开会 他拿了一根筷子 掰断了 又拿了十根筷子 也掰断了 说 看见了吗 你们家一起 也斗不过我 太强了 太强了 刚才扯那么多 有的没的了 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 其实职场 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 有一天晚上下暴雨 我在街边看到一个男生 忽然蹲下大哭 哭得很惨 更悲哀的是路过的人 不仅没安慰他 还围上去 拍短视频 我很心酸 我走过去 我说兄弟 你怎么了 他说哥 我们在拍短视频 大老师肯定喜欢这不好玩 美头美美的 没有想到吧 最后我想说 我去过很多公司 但效果是唯一一家 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 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 同事之间氛围很好 我还发现小北 有人认识小北吗 有一些 我发现小北 是我的校友 因为他跟我说 他们学校有鲸鱼 讲完了 谢谢 哈喽 上一段结束后 我有了一种当明星的心态 我干了一件 我从没干过的事情 去做了头等舱 很失望 头等舱的空姐 服务质量太差了 把我赶回了经济场 现在小孩太嚣张了 我有一个五岁的侄子 他头起我打了他一下 他居然都对我喊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我说 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 他说 我哥哥说 你疯了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吗 我也不太理解我女朋友 她平常只看综艺 前两天 我推荐她 看奥运会回放 他被一百米短跑 迷住了 跟我说 杨波 他们怎么跑这么快 这还试人吗 我说 你把二倍速关了 苏炳天 百米成绩 四秒九一 我说 你能不能少看点垃圾综艺 他说 那你还去参加 我剪完一个段子 会停顿很久 有人微博问我 你是不是忘词儿在想呢 我说 我说不是 这是留给观众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 我们继续 我很讨厌上班早起 有一天我 骑晚了 怕迟到 打了个专车 上车发现 司机是我老板 他看着我 你好像要迟到了呀 我说 那就看你表现了 还是迟到了 他扣了我工资 我给了他差评 我很怕在生活中遇到老板 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 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 我很害怕 我假装看不见他 开始玩手机 来了一条微信 别装了 我看见你了 我很尴尬 因为那天 我请了病假 他看着我 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 公主病 好了 我要讲一些正经事了 我要开始走心了 大家准备好 我来上海很久了 我有一年 春节没回家 跟房东阿姨两个人过年 别误会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看着我 小伙子 我孩子今天也不回来 但看到你吃饭 我好开心 我说阿姨 你也吃两口吧 就知道你儿子为什么不回来了 最后我想说 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 但我最近有点后悔了 因为第一轮 我拿我哥的婚姻开玩笑 结果上个礼拜 他俩真离婚了 还让我开车 送他俩去民政局 一路上我真的很难受 因为要憋笑 我哥更难受 他没憋住 想完了 谢谢你 哈喽 我来上海很久了 刚来的时候 跟人合足 要共用卫生间 很不方便 尤其我的室友是女生 我俩经常爆发争吵 我说 你洗澡能不能快一点 他说 你能不能先出去 别误会啊 她是我女朋友 我俩是姐弟脸 姐弟脸 相亲认识的 她是眉婆 后来我俩分手了 因为她有了新客户 所以说我很羡慕我哥 我哥在上海有一家公司 但一直单身 之前 他拉我 陪他去静安寺求姻缘 很灵 一个月 她的愿望就实现了 找到了对象 但公司倒闭了 我的愿望也实现了 有一对兄弟 两个人发展相差很大 哥哥有手好闲 现在在火车站偷手机 而弟弟脚踏实地 开了一家手机店 我妈特别爱砍价 小时候她带我出去 对方说三千 我妈说两百 不行就下一家 我说妈 要不就三千吗 咱已经走四家医院了 我快不行了 我妈说别着急 她会出来叫咱们 女生的问题很多陷阱 有一天 我女朋友问我 你猜我在医院碰见谁了 我脱口而出 你为什么去医院 她愣住了 说因为我是医生 你心里没有我 我很讨厌灌酒 有一天朋友约我吃饭 拼命给我灌酒 拼命给我灌酒 我刚要灌她 她说一会儿要开车 我很生气 因为我也是开车过来的 我只能叫个代价 她接单了 我觉得上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工作的时候 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声音 杨波 你为什么不辞职 转头发现老板在我旁边 她说的 在职场里面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公司聚餐 经理说 杨波 给大家讲个笑话 不讲就是看不起我 我说 我就是看不起你 她愣住了 这下玩意不错 我说我就是看不起你 她看着我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 这叫call back 谢谢五位老师 其实 我说一个 比较难过的事情 最近 最近我哥 因为一些工作失误 腿断了 腿断了 这给我的生活 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手机店倒闭了 我喜欢你们 很聪明 我的风格就是 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 我就是这样 我全家已经没一个好人了 但他们不在乎 我舅舅还来找我 杨波 你能不能把我 也编你段子里边 我说好 你喜欢偷看人洗澡 她说不行 你能不能编个假的 我说你能不能先出去 最后我想说 我真的很爱写笑话 我曾经开了个网店 卖我写的段子 方式是 付完款后 我打电话讲给她 她笑得很开心 她笑得很开心 选择了七天五流退货 讲完了 谢谢你们 OK 还挺管用啊 哈喽 我最近压力太大了 我去找导演 说我要退赛 她说不用 我安排你淘汰 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 现在讲脱口秀 我一直没告诉我家里这个事情 直到前几天 我妹妹 偷着带我爸妈来看我演出 他们才知道 他们才知道 我学的水山养殖 因为我是被调剂的 我全家一直以为我学的是计算机 所以亲戚们电脑坏了 都问我什么情况 我说 可能是缺氧吧 我大学很喜欢一个女孩 追女孩要动脑子 有一次她跟我说 你知道吗 已经三年没人陪我过生日 我灵机一动 你生日是二月二十九号 我为了追她 去学弹吉他 表白当天 发现自己不会唱歌 于是让我室友帮我唱 她唱得很好 女孩都答应了她 甚至不知道是我在表白 还对我室友说 下次清唱吧 去年 我妈给我安排一场相亲 我对女生说 我是脱口秀演员 她说 那你能送我几张票吗 我说好 你也喜欢脱口秀吗 她说不 我是黄牛 最后我俩没在一起 但会经常联系 上个月回老家 我奶奶告诉我一个噩耗 说我们镇上 出现了一所凶宅 人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壮着胆子去了 密室逃脱 我也没出来 我爷爷知道后还去救我 能票太贵回家了 我奶奶很没文化 我来上海 她问我 上海是江苏省 还是浙江省呢 我说都不是 上海跟北京一样 她说 是咱河北省啊 我给他们家装了空调 但他俩不会用 夏天 开着炙热 还不会关 于是他俩拿了个风扇进来 对着空调吹 以为能降温 热得很均匀 最后他俩在院子里睡的 因为外籍吹的是冷风 需要一定物理知识储备啊 我们继续 前两天 我朋友过生日 买蛋糕没买蜡烛 插了二十根烟 许愿要戒烟成功 怎么都吹不灭 我到一所城市 会逛他最好的大学 之前我去北京 在清华和北大之间 选择了北大 因为我从小就听说 北大有很多保安 自学考上了北大 而清华没有 所以我断定 北大 安保比较薄弱 还是被抓到了 他说 你为什么闯进来 我说 你为什么没学习 最后我想说 其实这个节目带给我很多 我 前几天 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女孩 通过微博找到了我 对 说他要结婚了 他老公 非常希望我去当伴郎 说唱歌求婚 需要伴奏 其实上个月 我们大学同学聚会了 但是我没去 我没去 因为很失望 去年 有个人上来就各种借钱 所以今年 他们没叫我 讲完了 谢谢老公 谢谢